喂喂,我們不用這麼扣帶 我現在行李扣帶都說不行 沒有輪椅都說不行 你什麼態度? 你司機 正常態度 我現在是說不可以就不行 你什麼態度? 我正常態度 我現在說不可以就不行 你不要說話 全身夠放著你 現在沒有輪椅 沒有輪椅不是你作主 你沒有輪椅 是不是我作主也是 我現在站著就不行嗎? 站著說站著 不讓你扣就不讓你扣 兩回事 你不用拍,你慢慢來 我現在已經拍了 你現在? 你不簡單 你也不用開車 你不用拍了 我現在已經拍了這個 你說基本上在這裡 現在拍了這裡 是沒有乘客的 沒有乘客 說沒有乘客 不是讓你這樣用 我現在放了在Facebook 你放了 白氣車上拒絕兩人 濫用安全帶 事源一個兩人打算去深圳 兩人一夜食告西 所以帶著行李上巴士 向深圳出發 他上車之後 就把行李放在輪椅位置 之後扣上安全帶 這樣就很安全的了 電個滑車 接著他就走到關外座坐下 這個時候 有個很多時的肥仔出來指責 兩人 不可以扣安全帶去你的行李那裡 兩人就覺得個肥仔玩東西 質疑個輪椅位置都沒人用了 為什麼不扣得啊? 好像你的肥仔 話畢是這樣的 兩人以為輪椅位置連伺人都不行啊 肥仔取悉解釋 伺人和濫用安全帶 是兩回事來的 你要分清楚啦 肥仔只針對兩人 不可以濫用安全帶 兩人對於肥仔的解釋 依然不同意啊 表示這個位置都沒有輪椅客人使用啦 哄哩哩 為什麼不可以用安全帶 扣上我的行李啊? 肥仔見兩人一意孤行 不肯踩開個安全帶 所以他都行使他車上這團尼 就是兩人 不踩開個扣 他都不會開車啊 齊齊攬炒咯 兩人以為拍片放上Facebook工程 就代表自己適合 誰知道得到來的是反後果啊 網民是一面倒支持肥仔 說個兩人搭車都用兩人啦 平時拗盡了社會福利 一日到刻啊 都無所事事 只是懂得製造社會矛盾 人家車上都是考慮到乘客的安全 叫你不要濫用的安全帶而已 原意都是叫你好好看實你的行李啊 米嶺扣了在那裡 自己就大安子也不用管 因為我們都見過 有人真的把行李放在輪椅位置 之後又扣了安全帶 接著他就跑上去上層那裡坐 怎知有個輪椅客要上車 司機不斷帶叫客人把行李搬開 遇上層的乘客 完全聽不到啊 之後司機嚴重警告那個客人 快點拿走你的行李 否則後果自負啊 最終等了三分鐘左右 司機忍無可忍 將他的行李扔下車 輪椅客之後就成功上車了 下層的乘客都拍了手掌啊 在那裡勾叫歡呼 有人會覺得車仔連一個安全帶扣 都不給人家扣 那不更人情而已 實情很多人就因為扣了之後 不理見行李啊 有時行車轉彎 我見行李搖來搖去都沒人理 你見行李傷到人 人家車掌都要負一定責任的 所以今次不是單一不給你扣 那麼簡單 而是想你行李隨身 不要丟到一邊就算了